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是偷通不了的 要不跟你吵 要不跟你闹 你跟她说什么 要么就是不回答 因为她的变化 父母心急如焚 现在就是要挽救她 要帮她改过 如果甚至是改不了 用断杰父子关系 姐姐割下一岁的幼子带着全家来到金牌调解现场 只为打开她的心门 其实想走这一趟让她有一个改变了 或者是让她以后有个好的规划呀 然而场上的她依旧拒绝回答所有问题 没有什么要告诉你呀 如果你什么都不是能说 那今天你爸妈 你姐姐他们就白来了 没有什么要告诉你呀 我已经成年了呀 我给的自己不这样 是什么让原本开朗大方的她变得这般冷漠 金牌调解团队又是如何找到问题的突破口 使得沉默多年的她最终敞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四位当事人 是一家人父母带着姐姐弟弟一起来了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每位厂上的当事人都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没有什么诉求 那是配合谁来的 是父母要求你来的 对对对 他们有跟你说为什么要来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 爸爸是因为什么把儿子叫来调解 他现在接了网贷 我们不知道他自己在外面去怎么搞 现在搞这十多万 我现在也是没办法跟他偿还的 希望把他改变他以后的人生 没有什么好改变的 我已经成年了呀 我可以对自己负责呀 网贷的问题 你需要他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要 不再还呀 他觉得他就是可以赚钱去还 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 暂时性的可能都还不了 因为他赚的不多 姐姐是因为什么呢 你的诉求 看一下能不能改变一下弟弟的现状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弟弟跟父母之间的沟通 他就基本上是零沟通 不说话 你不知道他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他平时在干什么 弄明白小廖的贷款去向 商量好还贷计划 是廖家父母和姐姐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姐姐告诉我们 小廖是家中最小的弟弟 从小与他关系最为交好 因为不放心 弟弟一人在外闯荡 自打小廖初中辍学后 一直由他带在身边 一直都是我帮着他在外面找工作 基本上是我在哪里上班 然后我就让他在哪里上班 一起上班 三年前 姐姐结婚成家 小廖第一次离开姐姐 独自去到其他城市工作 让姐姐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刚离开不久的她 竟然多出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贷款 这笔贷款的去向至今是个谜 2017年中秋节的时候 说去找我玩 后面第二天的时候 还没有回去上班 然后我问了他 然后他支支吾吾的 问我有没有钱借给他 就是在信用卡那些欠了十多万 那些钱我问他一直花到哪里去 他一直没有说 我其实蛮忐忑的 因为之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小廖 你当时遭遇了什么困难 也不能说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平时说话 就一直是这种态度 回避还是 对 后面我是直接叫他回去跟我父母说 廖先生听到孩子跟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听到他一下子搞到十一二万 我听到一下子都懵了 有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笔欠款吗 也没有 我问他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搞到这么多上来 他也不知道 没能得到答案 我也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案 跟这个小的儿子沟通是沟通不了的 反正他都不回答你 你问一千几一万几 他都不回答你 就是不回答你 就是这个 小廖 他们都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愿意去跟他们沟通呢 还是觉得沟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呢 没有什么沟通的 那为什么缺钱了呢 总有个原因吧 对吧 能说吗 不想说吧 不想谈这件事情 就这样就随他去 我也就没办法 我明白 爸爸的意思是说 如果儿子还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连跟你们这样去做一个交流都不愿意的话 你也觉得那我也就没办法了 是 是这个意思 其实那个时候主要还是我父母太着急了 跟我弟沟通 因为他们跟他沟通不进去 刚开始的时候我妈是就是 出了那么大个事情 然后就 就心情就很差 然后每一次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一天到晚哭啊 听到是接高利贷的就 一下子也是很怕 滚到一下子就没办法还了 我两公婆商量 商量说 如果他去接这个高利贷 再把这个钱 现在不还了 以后滚下去 他没办法还了 倾家荡产了 那当时发生这个事以后 你对儿子有什么看法 我的儿子就 反正就要求他 把钱还了 好好去工作 赚一点钱赚多 吃少赚少吃少 反正都不要去搞这个网贷了 我就叫我大女儿说 现在如果把他 拿钱还掉 叫他以后不要去搞了 那个时候 我是拿出我所有的积蓄 帮他还上了 虽然在姐姐的帮助下 解决了小廖贷款的当务之急 可贷款原因不明 却成了廖家另一个心头大患 如今 小廖依旧拒绝说明贷款去向 不仅让廖家父母感到不安与无奈 也让调解团队感到疑惑不已 他过于淡定的外表下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事 离开姐姐后 小廖又到底遇到了什么让他至今不愿意说出来的困难 本身他对自己的人生就没有太多的规划 出去上班找工作他也不知道怎么找 应该是平时开销比较大 因为抽烟 然后跟朋友出去 反正大概就是七七八八的 如果真如姐姐所说 小廖这笔贷款是用来填补工作变动 带来的资金空缺 那么当贷款被还清 工作和生活有了具体着落后 小廖为何再次贷款 对于这笔贷款的去向 小廖是依旧选择沉默 还是会当面给出答案呢 六月份的时候 我收到一个软件发过来的信息 大概意思就是他借了款 然后没有及时还上去 然后我是 我是他写的一个 担保人了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一看那个信息 我知道肯定是又出问题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是不是借了这个钱 没有 我说那没有 为什么会有信息发过来 他说我不知道啊 就是问了很久 才把这个事情问出来 他说是借了 怎么样嘛 这次也是借了 大概十一二万这样子 就我问他呀 那些钱花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又借了那么多钱 你问他 他也反正基本上都不说 也没什么好谈力啊 我再还呀 不用他们招心啊 如果他自己有能力弹还 上个月信息也发到 我的手机上来 一天一个一个信息 一天一个信息 紧发到我的手机来 说要起诉 要开庭 要什么 听到是很严重的 第一时间发到我的手机来了 我还不敢跟我老婆讲 讲了 他就一下子就很伤心 心里在想什么呢 有教权 这笔钱压力又太大了 这个信息来了 我就打电话跟他说 我说问他 这次又 为什么又可以借这么多钱 你这个钱来干什么 一句他都没有回答我 说他往来就关机了 就这样 教权他有问题 害怕会出什么事 是吗 是 是从小很好的 小廖如果不是那条短信的话 你是不会让他们知道 这个事的 是吗 对 这段时间是怎么了呢 是这些问题 不愿意回答他 还是 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不想回答是吗 对 基本上 我父母跟他沟通什么 他都不愿意去正面的回答 就基本上是 就要排斥了 不说话 后面是问的我堂弟 他跟我说就是 就一天到晚的打游戏 打游戏的话 就晚上打到很晚 天亮了才睡 所以第二天 根本就起不来去上班 所以经常就是 有一天没一天的 这样子上班 但是在外面要租房呀 要开销 要吃喝呀 所以他就只能在网上借贷了 没有 也没有 现在我也没什么玩游戏啊 这个事情是怎么了呢 是工作有受到影响 还是说 是刚找到工作 差不多吧 没有想过 跟父母讲一讲 或者跟姐姐讲一讲 寻求一下他们的帮助 不愿意开口吧 父母知道他那个时候 工作上遇到了问题 没有收入吗 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 也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也不知道 他在外面工作 他又没回家 就不知道他找 也没有电话呀 等等这些联系吗 也没有联系啊 一年多的时间 欠了十多万 就我是蛮吃惊的 我觉得如果说生活费的话 我其实一个月花不了这么多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 就是让人放心的 放心的人 用款不明 行踪不定 拒绝沟通 小廖一系列的古怪行为 不得不让父母和姐姐 对他多了另一层担心 因为早在小廖年少时 就做过一件 让家人震惊的事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 姐姐和父母 才会一直对他贷款的去向 穷追不舍 忐忑不安 节目继续 11年的时候 那时候才16岁 然后那时候没有 就是那段时间没有工作 没有经济来源 反正一天到晚在外面混 有一次跟他同学 他们一起出去 不知道是同学还是朋友 然后人家一说一起混 走我们去抢个手机什么的 他也就真的就跟着去了 后面就是人家 他报了警 就被派出所抓去了 还在里面关了三个月 反正他从小到大 就是就是那种问题少年 反正一天到晚的 就喜欢在外面搞事情 反正当时是知道自己 是在做什么事情 知道他的后果吗 不知道呀 是朋友怂恿那些 朋友怂恿你去的 对对对 他没有告诉你 要去干什么吗 当时也没有说 不完了这件事情 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对 那个时候是不知道 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吗 错了之后才知道呀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给你自己有带来什么影响吗 有啊 他不是觉得我朋友多吗 是吧 嗯 那我就没联系呀 就是基本上都是 朋友该断断断呀对吧 对朋友有了一个 新的认识是吗 对对对 会失望吗 会对他们 有看法吗 不可教吧 就是这样子 反正跟他这个人 就很不省心的 教他做 教他好好工作也好 教他做人也好 在父母的心底 他就很不放心的嘛 那他们觉得是就是了 我不在乎 这个不在乎是因为 我知道我不是 所以我不在乎 还是 无论我事与不是 都无所谓 所谓的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就好了呀 你心里明白你不是 对呀 只是你不在乎 别人会怎么看你 对呀 那现在到底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呢 可以让他们放下心来吗 你自己心里有树有底吗 我自己有底呀 我已经成年了呀 所以我有自己 我有自己那个东西呀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对自己负责呀 在这个问题上 以后可以对自己负责 对呀 弟弟这么说 会让你觉得心里 有一点踏实 我觉得作为姐姐来说 第一次我帮了你了 跟你好说 什么话也都说尽了 你说你能改 但是目前的话 你还是这个状态 所以说他目前这种情况 如果说不改变的话 都踏实不了 因为我们家 就是也没有太多的钱 让你去还贷款 网贷这个东西 确实是不好嘛 对 我可以自己解决呀 然后以后不碰呀 或者干嘛的 都可以呀 那以后跟家人的相处呢 是维持原状 还是 你觉得可以有一个改变 没有什么好改变的 就这样子吧 我不感谢去了 我能不能问一下 就是和姐姐相处 跟爸爸妈妈相处比 哪个更会让你觉得 稍微轻松一点 和姐姐吧 为什么呢 从小 就是打小比较轻嘛 没那么的唠叨 说的没那么多吧 关心呀 或者是其他方面都 会对你比较关心 对对对 那以后跟姐姐呢 也就这样子要 现在比较喜欢自己 想要自己闯了 对 其实我是更愿意 它是有所改变的 不管是性格啊 还是说 为人处事 就是跟大家的一个沟通方面 我都希望它说话方式 行为方式都能有所改变 我相信从谁的内心深处 都是希望能够朝更 至少是更和睦的方向发展 对对 但弟弟刚才表态就是 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所以我还是客观地想改变一下它 我也想改变它 自己如果有做错的地方 也要改变 反正两个人敞开心扉来 有时候好好沟通 妈妈怎么想的 我也是一样的 我也是想改变它 跟我们家人好好的沟通 要有问题 就说出来一起解决 我不想它这样 除了表明自己不会做 触碰道德底线的事情以外 对于生它养它的父母 一直帮它的姐姐 小廖不愿意 与他们有任何沟通和往来 在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 看不到任何朝气 如何才能打开小廖紧闭的心门 卸下家人对他的担心呢 调解员胡建云 让现场工作人员 把一个装满水和其他物体的水瓶 倒立着递到了廖先生手上 老廖先生告诉我 瓶子里面有什么 瓶子那边有水 还要撕个纸巾 还有什么 好像是一个小孩 泡在水里 又看不清楚 你给老板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这个是玩具是不是 姐姐再看一下 是什么 水里有什么 纸巾 水里还有两个骰子 还有一个那个包装丝条包的一个小 一个小娃娃 是 就是这些东西 今天咱们家这个事情 其实挺典型的 而且挺流行的 我会联想起什么 就是那一种叫90后问题弟弟 很多90后都是这样搭配的 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然后姐姐特别懂事 或者说特别的辛苦 然后弟弟特别的懵懂 所以今天 姐姐跟弟弟坐在这里 我想有很多家庭 看这个节目会一生长叹 咱们家也一样 三位在看这个瓶子的时候 爸爸妈妈是怎么看的 倒着 她没有晃动 对吧 倒着 直接看 到你这里 其实你已经转过来了 所以这里我也表达一个意思 在瓶子里面 用那个包装器 包着一个瓦瓦 如果我们倒着 这个瓦瓦就是倒着的吧 如果我们转回来 瓦瓦就转回来了 就立着 第一 我们通过晃动 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第二 我们通过倒过来 瓦瓦 其实已经变了一个立场了 从反的 变成了顺的 刚才 老廖先生 代表全家说 希望我们大家来改变一下 在场的小弟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会吓到 我们说改变一个人 很多时候不如说是改变 对这个人的看法 我刚才在听 小廖先生的反应 反着看 会觉得他的抗拒 觉得他放弃了 但是 我们正着看 如果我们先相信他 我们再去解读他的话的意思 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比如 我很多话 其实说和没说 没有用 再比如 我们家的关系 看上去很紧张 其实也紧张不到哪里去 只不过现在 我比较倒霉 这么一个状态 全家引起恐慌 但我心里面 我对家里面 其他人的感情 我又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只不过是 大家对我比较担心 这个关系 有什么好调整 第三 也许爸爸妈妈 对我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过于紧张 有一些当然批评也对 但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我的反应能怎样呢 我除了用行动去证明什么 或者去改变什么 我在这里能说啥呢 我能改变爸妈的什么呢 也不能 所以又有什么好说呢 所以正的理解 反的理解 至少会把我们思考的空间 变得更大一点 说不定在这种对比当中 我们可以寻找到 完全站得住脚的信任 其实任何一个人 在人群里面 要成为一个被接纳的人 信任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家庭 碰到问题的时候 理解一定要放在前面 理解带来温暖 温暖就带来绽放 我们才看得清 这里面包含着什么 但理解当然绝对不是纵容 或者说马马虎虎 放过一手 而是最仔细的倾听 这里要跟小廖先生说 你现在心里面 我认为你是紧着一根弦的 你并没有完全放弃 但是很有可能 已经在慢慢堕落的路上 生活先摧毁你的是意志 然后再摧毁你的全部 那个时候 除了家人 没有人能帮你 或者说没有人能关注你 所以确实要加把劲 要能扛得起家里面的人 过度的担心 家人对小廖缺乏信任与理解 是造成沟通障碍的直接原因 小廖消极回应沟通 借贷消费带给家人困扰 是他急需调整并解决的问题 调解员胡建云的这番分析与建议 不但让厂商一直紧张不安的廖家父母 松了一口气 而且赢得了小廖对调解的 第一次正面回应 见此观察员张杨拿起了话筒 趁机给出他对小廖的建议 小廖目前的你处境比较危险 这个危险的状态 可能会让你跟你原本应该亲近的人 走得更远 第一个问题对法律无知 抢劫这个行为 不要说是一部手机 哪怕就是十块钱 它都是一个刑事犯罪 抢劫罪在我国的刑法 是量线非常重的 它的起点刑就是三年以上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 这个目前的一个借贷行为 信用卡借钱 不仅有可能会因为逾期还款行为 产生大量的逾期利息 还有可能因为你的没按时还款 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被列入你的真信失信系统 会影响你出国 影响你就业 影响你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长期恶意的拖欠银行切款 它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 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 其实想提醒你 法律不会因为你不知道 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责任 你危险的第二个方面 是你对生活的无畏 你说你已经成年了 可以对你的行为负责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并不是以年龄来衡量 你是否能够对自己负责 真正一个人是否能对自己负责呢 要通过他的言谈举止 更要通过他对生活的考验 每一个人做每件事情 他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计划和一个规划 你借的时候就应该想好怎么去还 目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你尚不足以承担 当我们一件事情缺乏足够的规划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当是三思而盛行 你第三点比较危险的事情 是你对亲人的无视 我不敢去断言家庭成员当中 你们谁对谁错 以至于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我想说的是 当你的家人想向你敞开心扉的时候 我认为应该给彼此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如果把握好了 可能你们可以化解掉 你们多年来的心结 对于以后你们关系的缓和 和你们各自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希望我的话能对你有所启发 小廖他很淡定地坐在这里 很坚决地做自己 我就是不回答 就是没什么 就是没有这么原因 这是我在这个现场没有见过的 我觉得你们家这个弟弟是一个 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 那种孩子他的心理能量是很强的 你必须得顺应他的天性去发展 在你们家这个土壤当中 没有提供给他顺应他天性的东西 他从造官所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在你们的心里面 好像给他贴了一个标签 他觉得你们对他非常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就是一直在揪着 他那个黑点的地方 揪着他的过去 一直以为他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就选择了离开 选择了拒绝沟通 这种拒绝其实就是一种失望 在这个台上弥漫着浓重的失望感 父亲说随他去吧 这是一种失望 然后弟弟说没什么可怕改变的 不需要谈的 这也是一种失望 那么这种失望是由期望慢慢变成 这个过程只有你们一家最清楚 这样的多的负面情绪 会加注到弟弟身上 而弟弟呢又有这样的天性 所以会导致一个对立的态度 所以呢 你们双方之间互相煎熬在痛苦当中 但是这堵墙又隔在你们中间 又没有办法交流 你们要想融化这堵墙 不妨放手 先缓解一下你们的关系 而不是不断地去狂轰乱战 把你们的焦虑带给他 然后让他自己去能够承担一些 如果他选择自己承担的话 就不要打扰到父母 这一样是一个选择 我们也去尊重他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他非常有希望 爸爸妈妈其实是特别老实的两个人 平时呢可能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都花在怎么样去养家 怎么样用这个微博的这个经济 去支撑家庭里这么多口人的生活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 如果说我们的小廖 能够理解到爸爸妈妈这一点 其实就应该知道 爸爸妈妈 有爸爸妈妈的不容易 那么第二呢 小廖在现场几乎都没有笑过 就是刚刚主持人张婷在说 那为什么爸爸妈妈唠叨你听不进去 可是换做姐姐你就愿意接受呢 因为她当时的声音非常的愉快 在她笑完这一声之后 我听到你在下面也这么悄悄地 这么笑了一声 然后说可能姐姐比较好说话吧 所以我想说对于小廖来说 人生可能并不是完全丧失了乐趣 或者缺乏了笑点 而更多的是你周围的人 环境没有给你带来更多 让你觉得轻松的 让你觉得非常愉悦的这种感受 也就是说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你会觉得自己与快乐无缘 你的生活永远都充斥着一些负面的 甚至沉重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不是 你其实还有那种去追逐快乐的心 第三个细节 刚刚爸爸妈妈他们两个 对着那个瓶子在那左看右看的时候 你一直在用眼睛又想看 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太好意思 就是那种抬起头来 经常这样偷瞄他们一下 你非常的好奇 你想知道瓶子里到底有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好奇心 他就一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你会好奇瓶子里到底有些什么 那么我也可以说 你对你的未来依旧也有好奇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不会太晚 对于你来说 可能现在最迷茫的是 自己人生缺乏一个真正的方向 姐姐可以给予弟弟更多这方面的引导 也就是说确实给他规范一个职业的道路 而不是说我打工 我就把你带在身边 至于你打工你开不开心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物尽其才 人尽其用 不在乎 无所谓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要看 他真正擅长的是什么 他可能喜欢些什么 我们要鼓励带着他 往那个方向上去走 第二点 对于小廖来说 其实不管我们遭遇了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是我26岁了 还在继续迷茫下去的一个理由 我们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 比方说每天按时的睡觉 按时的起床 慢慢的找到自己可以管理自己和控制自己的力量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然后再加上旁人的帮助 我们一定可以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因为我一直看到 你心里的那道光并没有完全的熄灭 小廖与家人之间 因为缺少了相互信任与及时沟通 落得如今僵持不下的局面 好在通过调解团队的分析与建议 双方开始意识到各自存在的问题 厂商一直拒绝回答父母疑问的小廖 终于在密室里 说出了自己贷款的详细原因 小廖向观察员坦言 第一次借贷的原因 正如姐姐在场上猜测的那样 因为对工作和生活没有规划 造成生活资金短缺 本想找份有稳定收入的网管工作 尽快把贷款还上 殊不知 她的工作又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就自己找的工作 他们就是自己发现了之后 就给我打电话一些 最后打电话之后 我不要做了关系 我想做完管本来又没什么 对吧 确实是 那你认为不良三年失败 还是干嘛的 虽然我喜欢上网 确实是 那时候确实是喜欢上网 对吧 但你不能给我贴个标签 就是干嘛呀 对吧 你说不做 嫌我不做好吧 顺畅他们了 对对 小廖在家人的坚持反对下 父亲离职 先后做过服务员 门窗安装等工作 他始终希望 靠自己的双手 把贷款还上 很可惜 微薄的收入 终究无法填补 消费和还贷的双重支出 贷款的缺口 反而越来越大 最终不得已向姐姐求助 借贷的事情 东窗事发 他与父母的关系 也随着这次借贷的爆发 变得越发紧张 回到家嘛是吧 嗯 在家里闹呀 就吵呀 这样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不得不说 如果当时小廖能够积极与家人沟通 说出自己对工作的看法与困难 家人能耐心的给小廖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也许就不会有第二次工作不稳定 持续借贷的恶性循环 小廖说 第二次贷款发生以后 他同样在努力赚钱还贷 并且按期还掉了一部分 今年春节 随着疫情的到来 他从事的门窗安装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没了收入 所以才被家人发现了贷款的事情 那么如何才能帮助小廖走出当前的困境呢 观察员朱永卓给出了他的具体建议 你真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他们不太担心 他们也不会去找你 包括你的网贷这方面 不要就是讲着速成或者是投机 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过 你觉得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都不太能意愿 是因为网贷吗 对对对 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你觉得 一般般的 也不是说特别稳定吧 就是说 我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什么都可以做 我也能吃这个苦 对 你说你什么都可以做 那也可以 我也相信你 那么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做 我相信你会把这个待会还上 你也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在观察员的帮助下 小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越来越清晰 虽然暂时不能列出详细的还款计划 但是他的收入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 可以按期还贷 他也会努力地把门窗安装的工作做好 做踏实 争取提前还清贷款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小廖主动提出 工作之余会增加回家的频率 慢慢适应父母对他的关心方式 我过年过节会回 就平时我会回家的 现在基本上我自己说话 自己一个人 对 能不能愿意跟家人去谈一些你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不愿意 是吧 实际未到 是吧 从场上的拒绝沟通 到如今的坦然面对 客舰调解团队的建议 已经对小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密室另一边的廖家父母与姐姐 也在尝试着调整 自己与小廖的相处方式 我觉得可能也是平时跟弟弟的沟通 多少也肯定有问题 然后总是要求他的态度 我们一直都有在一起上班 其实交友这方面也还好 像他现在这种状态是既渴望别人靠近 但是其实又对周边的很多人 是不太有信心的 人都是往往会遵从自己的内心去走的 当他如果他的内心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的 而不想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 迷迷茫茫 稀里糊涂的过一辈子的话 那么外面再给他一点力量 他后面就可以走得比较平稳 要搞清楚他这个钱 他自己规划怎么还 如果父母有可能还 就帮他还 如果没可能就没办法 在这一块的话 我跟他们就是有分歧 我觉得是要让他自己去还 我觉得姐姐要跟弟弟沟通好 我觉得姐姐就要开始给他规划 他真的人生 就是他自己喜欢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聊的比较多 对吧 他喜欢些什么 他以他现在的一些能力 他能够做一些什么 你得规划他 把他的爱好和他目前的实力 很好的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 沟通上 廖家父母和姐姐 愿意先调整自己 多给小廖信任和支持 贷款上 父母和姐姐商量后决定 遵从小廖的意愿 留给他自己承担 这样做 既能间接促进他努力工作 也是对他信任的开始 那么 带着改变 重新回到现场的一家人 又会有着怎样的表达呢 调姐 马上回来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当神 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我可以为我自己负责呀 我也可以说 不会再出现这些 在我的问题这些东西 其实我还是会选择相信他 他可以做好他自己 当然了 跟家人沟通这一块 可能他还真的是需要点时间 但是我相信他 应该还是会有改变 如果通过这一次 清派调节 他听得进去就相信他 放手让他自己去成长了 让父母损心了 那以后你的路就自己走 反正你这外面 赚钱自己还在 以后慢慢慢慢地改变 可能成长就是要这样 也是要拐弯 也是要打劫 我们只能在这里呼吁 天下的弟弟们 早点亮出你们的男子汉的风采 我们的一举一动 真的是父母心中 最难以入眠的牵挂 有一天明白了 可能就开始去扛起 应该扛起的事情 静待花开了 最后我们送上一份小小心意 希望给全家带来前进的能量 改变的希望 好 交给你的父母 加油 正如姐姐说的那样 小廖与家人关系的修复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引导 所以面对父亲的那句相信 他的回应暂时显得有些被动 调解结束20天后 我们通过电话回访得知 小廖重新回到了姐姐身边 姐姐正在协助小廖 找一份收入相对稳定的工作 如此一来 小廖按其还款有了保障 她和家人的关系 也有了更多回暖的机会 小廖是幸运的 她有一位遇到困难 会毫无保留给予她 精神和物质帮助的姐姐 如果小廖能够像自己承诺的那样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那么一切都不会晚 感谢观看